第一題的話是台北的表妹她說 她最近滑到一個很讚的對象 也約好見面看電影 但我最近有一個問題就是 一天狂放十幾個 本場下來前兩次 我都有裝作沒有試去看電影 後來因為放太多偷瞄她 發現她捂住鼻子了 幹!超級尷尬 後來我們再也沒有再聯絡了 該死的屁 請問屁這麼多到底會不會很危險 另外也想問說 如果我約會放很多屁當下 我到底該怎麼辦 什麼樣子 約新主 約新主 對她來說 對 我不知道你再怎麼放 我不知道 沒有或是你去那種室內餐廳 有陽台的 那萬一每個人今天 只是在你家客廳看電視 對如果有些沙發會有聲音 我就故意創造一個聲音 同時放 可是萬一放出來才會是臭 我跟你講 我有朋友以前就是也是這樣 創造時間差 然後他就關 我記得他是關抽屜 BANG 然後BOOM 然後BANG大家都超安心 想怎麼了 A-G-ING